起码可以得到85分这样一个表现的分数 但是在一些小技术环节上 最后他就输三分 但是在一些小球环节 还有一些互相配合的这些环节 自己出现了那么三个左右的 两到三个的失误 这些失误如果日本队不出现的话 他有可能能赢第二局 日本队就是在对阵巴西的时候 要想赢球一点错误都不能犯 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那是很难能够打败巴西的 因为巴西队和日本队呢 风格又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大家比较擅长的地方都差不多 风格技术打法特点都差不太多 但是巴西队在各个环节上 又都比日本强上那么一点 所以日本打巴西会显得更困难一点 他反倒是碰上古巴和俄罗斯这样 风格不太一样的队 也许还有一些相克 还能克对手 也许可疑是尊费啊 是尊贵啊 是尊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男王推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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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